Coco早餐 Coco's VIP 8点13分08秒 我是周一寇 欢迎大家继续来到Coco早餐节目 这两天的假期 8点到9点的节目里面 我们讨论的是12年国教 在7点半到8点 我们讨论的是核四场 希望这两个 其实跟我们世代都有关系的议题 能够在我们的每一个人民 的透彻的理解之下 才能够改善 才能够往前推动 那今天我们所请到的是 台北市的国中家长联合会的 您是现在的位置 是监事长 监事长 你刚刚卸下总会长 是啊任期满了 就换个位置 这位置是义务的吧 你好好 还做这么多家长的事 孩子还在学校 你孩子在国中吗 现在国中几年几 国九 就是国三 就是已经不是12年国教的 标的的小朋友了 我们请到的是徐勇佳先生 这个言无许永远的永堂 这个是家人的家 因为做了那么多事 我们一定要感谢您 这个很多家长应该很 很关心这个问题 您赞成12年国教吗 本身赞成 本身赞成 你本人赞成 本人赞成 那到底12年国教 现在最跟以前最大的不同 是什么 但是政府现在推的12年国教 跟我们想的12年国教不一样 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代书 对啊 因为我看好多资料 那以前要考试 现在不是也要考试吗 而且考试还比较复杂了 是啊 所以我以现在国九 就是国三生来讲 是比较幸福的一代 因为他现在有免试入学嘛 不用参加计策 他就可以有学校念 而且目前来看 只有百分之 今年一定要达到 百分之六十五以上 的学校要开放免试颅名额 所以今年的毕业生 几乎他可以选择不考计策 他已经有学校了 就末代的这个 对对对 那12年国教开始那一届 全部要考回考 都要考 都要考回考 去所谓素养考试的 也要考回考 没有没有 考完会考之后 他先半入学 那素养考试是 你应该可以选择 可以考 可以不考 但是很重要的是 素养考试就是 进明星高中的门票 OK 你要进明星高中 不能不考 那我要请教您 就是说现在这个方式 就是我国中毕业之后 读高中 国中我们现在不太交学费 只交一点点的杂费嘛 那12年国教 跟过去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以后读国立 公立高中 不用交学费 唯一不同是这样 是 最大的不同 学费这边是最大的不同 差很多钱吗 私利差很多钱 私利那私利 大家去赌 私利要交钱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家的小孩读 12年国教之后 我家小孩读高中 跟没有12年国教 读高中的不同 在金钱上的支出 每一个学期 可以节省多少钱 一万多块吧 公立的话 那私利要四万多块 私利政府要补助吗 补助补助补助 因为以前是这样子 以前是这个国中完 要考一个考试 进高中 基策嘛 对对 以前不然联考 我基策 我们那时代是联考 是联考嘛 那在改基策 那就是这个 会念书的孩子 政府不惩罚他 那政府惩罚 不会念书孩子的家长 就是他用学生嘛 你就被迫要去念私利 那你就要缴高额的学费 那以前读公立就少一点嘛 所以这一点也是造成说 大家觉得政府怎么可以去惩罚这些 因为如果孩子不会念书 也不是家长的错啊 哦 你就说不会念书 要到私利学校去 要付比较多的钱 对对对对 那有些人他是成绩好 他去读那贵族的私利学校 那现在国民中小学也有私利的 也有贵族的 他还是得自己缴学费啊 OK 好 那也没问题 所以将来就私利学校 你交的学费是比较多的啦 那以后的妈妈比较 就是说你在高中的负担 我那天看政府说他没有排付嘛 没有排付 在有钱的人读 对对对对 这个高中都是要公费付 这个是跟过去完全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 确定的 确定的 好 那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的 其他的其实我要帮 这个现在八年级的孩子教区啊 就现在国二的同学 要开始整年国教 反而他们压力比较大 因为我想大家观念还没改变 大家都还想进明星高中 那所以他为了要筛选 谁可以进明星高中 谁不能进明星高中 大家还是想尽了办法 说怎样来做一个筛选机制 想了半天好像又没办法 只能有考试来 那政府说 那生理国教希望不要考试啦 就把机册又废掉了 就像当初废联考一样 联考废掉要跑出一个机册出来 现在是废机册了 又跑出一个会考出来 那会考呢 就是因为他只分三等地 以前机册还分科 好一科还有八十分六十分 现在没有了 只有三等地 是 一三点地的结果呢 他为了要区分 加一饼 ABC三等的 就是精熟 那普通 代加强 这三等 那这三等的时候 又要分出谁可以进明星高中 他只能把那个题目啊 精熟的人数抓得很少 他还是用考试的成绩 不是用户口啊 户口也有 不是啦 也没有 完全没有 现在是完全没有 以基北区来讲 你知道这在基北区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念基北区的任何一个学校 但是国小进国中 其实有点按照户籍嘛 对对对 那就就进入学 因为我们高中没有那么 因为主要是我们各区 其实其他县市有在做 按照户籍 我这个区如果说我高中也有 高职也有 因为国小生国中比较单纯啊 国中都是一样的 但是升了高中 只有分高中跟高职 那可能我孩子要去念高职 那你这个区有合适的高职吗 那高职又分啊 有商科跟工科 那所以这个区就会比较复杂 不像国小生国中那么单纯 只要我学校数够就好 那升了高中职那就就复杂多了 所以现在的国二的同学 就是八年级同学要准备会考 会考一定要考 所以户籍不要乱签了 也不用签了 也不用签 反正你就买这个建宗旁边的房子了 对对不用不用不用 这个建宗房地 房地长办会不会跌 他已经长起来很多了 建宗美女旁边 但是不能再用这个广告了 所以搬到这边就可以进建宗了 对对可以进建宗 我有朋友他是为了这个建宗旁边买房子了 有可能 国中有一些明星国中超级额满 很多的家长也早就在那边置惨 希望他的孩子就可以 一些名人也是这样嘛 在新山南路上呢 对啊对啊对啊 好那就是说会考 这个大家都要考 对每个学生都要考 进高职也是要考会考 都要考 会考的题目呢 就是由全台湾的会考题目都一模一样吗 都一模一样 跟下期测一样 都是由新测中心来出 都国中的学生在国三的时候 是下学期就要考试了 国中的下学期六月的时候 就是毕业的时候 毕业之前先考一个全国的会考 那这个会考的考题跟那个计测 类似 类似啊 也类似 类似 那有什么意义呢 只是他把他主要是说他把那个分数啊 不要算得那么清楚 就用三等 对 假设说可可姐你错三题 那我错四题 我们在同一等 不过现在是提一提算分嘛 所以学生就很紧张 我每题都要对哦 我每一拖一题 我可能就就差了一个志愿啊 就差一个学校了 对对对对 如果说错三题或错两题三题 两题到四题是同一个level 那你分的这么不精准 将来你名额上面出现一个两个的名额的差距的话 所以现在问题就来了 问题就来了 所以说那分的这么不精准的时候 那可能明星高中开的名额又不多的时候 那那么多人想进去 所以当初想的是要抽签嘛 明星高中开的名额不多是什么意思 因为明星高中都一直想把他留作特色招生 哦 OK好 所以十二年国教里面的国中生生高中 有一个是会考出来的 对 嗯 这个另外还有一个叫做特色招生 哦 这很奇特的 这很奇特 这是新制 新制 就是有十二年国教之后 才会有出来的 那很多学校对特色招生是有意见的 是 对不对 没错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有一些学校他希望找到比较优秀的学生 所以他把他名额锁在特色招生里 不是在会考的那个 对 那个叫什么招生 叫做 就是会考就叫做免试入学吧 哦 对对 那个叫免试入学 对免试入学 然后他们把名额绑在特色招生 那教育局有意见 教育部可以有意见吗 应该是主管机关应该要有意见 哦 现在就是说 中间拔合 大家互相谈判 其实特色招生的原因应该是说 我这个学校有特色 嗯 才需要特色招生 像说啊 我学校要发展树理 对 那我就应该有树理班 嗯 那这个树理班就应该叫特色招生 嗯 其实最有特色的应该是高职啊 对啊 高职才叫特色 特别 美容美法那些更特别 其实高中有什么好特别 面包 我想高中你就是升大学嘛 对啊 哦 高职有很多科 高中只有一个科 叫升大学专门科嘛 那升大学有台大科跟那个 对啊 对啊 只是说你升了哪个大学而已嘛 哦 所以他有什么特色呢 想不出来啊 哦 那现在是他们想出了一些什么 哦 树理啦 哦 语文啊 国际什么 哦 好多种特色 所以就有所谓素养的 考试的这样的说法 披萨的说法 那目前提出特色 居多数还是以前传统的明星高中 哦 你讲的是北北基还是全台湾 几乎都是 都是明星高中在申请特色班 所以又就被轮为说 你的特色招生等于是在为明星高中 铺一条路 哦 让想念明星高中呢 去参加这样的考试 那他也可以从免试入学里面来筛选学生啊 对啊 我们就在想啊 为什么他要用特色招生呢 其实如果你要从免试入学 那要进到明星高中 基本上你那个会考的成绩都要在 一定要到某种程度啊 因为你是相互比较的嘛 没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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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跟鸡 那现在鸡策这种方式 明星学校还是存在啊 所以我跟寇寇姐一样 我不了解我明星高中的想法啊 我们给你的也是一流的学生啊 嗯 就是他也是要在会考上都是很好的 会考里面也是大不大 对啊 那新测中心又公布了啊 就是说他的会考的难度 拿到你都要拿到最高等级的 就是 会不会太多人了 5科 他用可以用那个考题的难度来设定嘛 嗯 5科 嗯 都拿到精熟级的 嗯 全国只有5%到8 哇 一科 一科达到精熟是5% 精熟 他要控制那个 那个题目的难度嘛 嗯 一科精熟是15 10到20嘛 这个名称好像在讲牛排了 哎呀对对对 精熟 对不起啊 对 搞笑 然后5科 五科 那个学生每一科都在精熟 总人数 他不是总人数的5%到8 5%到8 哇 所以5%到8 我们就这个 差不多就是高中的名额啊 也是所谓的精优知优的学生啊 嗯 那为什么还要去挑他们 那我们也算过基北区 嗯 基北区学生是差不多7万5千个 嗯 那你乘以5到8 嗯 他说3800个到6000个 嗯 这个这个数量 对 就是这个数量 那我们以台北市的明清高中啦 嗯 我们先算台北市的啦 好 我们先不算大 我们算台北市这六所 就是建中 嗯 一女中 嗯 成功 中山 嗯 师大副中 嗯 正大副中 嗯 这六所的学校 他的一年的招生名额是5000多个 那就刚刚 差不多 OK的啊 嗯 如果这些学校愿意把他的名额 都放出来 嗯 其实不用去考特色造成 正大副中现在是公开可以进的 我以为这是正大的小孩 才可以进 没有没有没有 他有一 那些孩子可能有直升 OK 但是一般他还是要开 直升还是在一定的比例 嗯 大部分的还是要放出来 给大家去录学 OK 那其实容纳量是够的呢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现在经过会考 不能够跨地域的来申请学校吗 因为他 在高雄考的精熟的同学 不能进北女或是建中吗 除非你有搬家的事实啦 工作签 现在是一定要有搬家的事实 对对对对 你要有一些事实才可以 哦 那还是生理国家 希望你就进入学了 嗯 那你真的说 我因为工作 家长工作关系 我从南部签来台北 嗯 你当然可以来参加 那要提出证明嘛 所以嗯 我的我的问题都蛮笨的啊 因为我们家也没过中二年级小孩 所以比较比较间接 但是我是帮很多朋友问 那我的意思就是你经过会考 然后又经过特色招生 这样子好像会让明星高中更明星耶 是啊是啊是啊 没有错啊 所以这就是明星高中 一直要要求他们一定要这样做嘛 所以我们就想说 他那个明星的思维还是没有突破嘛 南部的呢 中南部也都有明星高中 一样 都同样呢 这个各区的这个所谓的那个第一志愿的学校 都要参加特色招生啊 那所以现在国二的小朋友们的目标 有一点志向的或是功课好一点的目标 还是要进明星高中 只是以后十二年国家 爸爸妈妈交的学费少一点而已 就换个方式进明星高中了 可是问题是你补习啊 你还有什么特色考试啊 所以现在台北市推出的叫做类披萨 它现在改名称叫素养 素养 我们昨天有讨论过 但是我做那个披萨考试 我觉得蛮好玩的 是它比较生活化 那所以老师可能教学要改变 你说教学方法 要改变 以前在课堂上 你常我们常听老师说 这一题会考试哦 要背起来 对 那以后可能要理解啦 你背起来是没有用 你可能看到题目 要稍微停顿三十秒 想想看 想想看 对 那你要从国中中所学 然后去理解之后 你可以才转化成你的能力嘛 你才考那个披萨的题目 那问题是小朋友 以前 如果我妈其实还有免试升学的部分嘛 这个在现在这个制度之下 那以后的制度就是会考 会考完之后 想要这个更能够有资格进入特色 好学校的 就明星高中的 还要经过一个特色的考试 他等于要考两次 对 是所有人都可以去参加特色 还是说特色招生 还是说你要有个基本门槛 没有 他现在是叫做先免后特 就是说全部的学生都考完会考了 都会考完了 所以都可以参加免试 对 那每个人机会相等 也不是就会考完之后去比较嘛 对对对 就用他的所谓 可能超额嘛 超额比须去比较 那每个人都可以进学校 但是如果我不愿意进 就是说我去送了申请书之后 进的学校我不满意 我如果进的不是我想要的学校 我的志向是我非第一志愿不念 那你就可以放弃那个免试 或是我不参加 不能参加会考啊 不是参加会考 我不参加免试的升学申请 我不申请免试 或是我申请录取 我放弃 你才可以去参加特色招生 所以每个人的机会是相等的 是是是 所以这个名额是分两部分 特色招生的名额在后面 那先切出来 然后他给这个会考的名额 然后对会考不满意的人 就去特色招生里面 再寻求另外一个管道 从政府的角度来看 他就是希望能够升学的途径 能够增加嘛 这个也不错呀 我们是希望是说 考试去影响升学途径 可不可以降低一点啊 然后所以就免试先来嘛 大家都可以 大绝大部分的学校 像75%到85%的学生都可以 直接有免试 就进到就定位了 那你有特殊性向的特色招生的 你再去参加那个少数的特色招生招生 那台基北区已经定稿了 就是说他是15% 只留全基北区招生人数的 名额的15% 但是这数是很两极的 有些需要是零 那像我们明星高中就是 大幅他85% 他是说特色招生 所以就引免一些 总额的15% 并不是各校的15% 是总额的基北区总额的15% 所以大家现在 他都集中在明星高中 所以大家去查北医女建中中山啊 什么四大附中 正大附中啊 或者其他学校 他到底特色招生名额有多少 然后我怎么努力 对 好 我们进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8点33分12秒 我们今天这个假期啊 这个非常谢谢这个台北市的国中家长联合会的监视 他过去是总会长 大家非常熟悉的徐永嘉先生啊 在我们节目现场 那这个 徐永 你是赞成12年国教嘛 但是你家的小孩现在是国九啊 就是国三 那有不赞成的家长 他们的这个意见分成哪几种呢 其实我想大家都把它简化了 现在不赞成的应该是12年国教的入学方式 有很多的起见 所以对12年国教这个制度 其实大部分人是赞成的 但是大家觉得说 由国家来出资 让我们的高中 毕业变基本学历 高中普及化 普遍优质化 我想这个大家的目标都是支持的 读的起的都来读 但是就是说 这个入学方式 大家觉得说 目前这个方式可能会 可能增多周少吧 增少周多吧 或是增多周少等等原因 可能我要进明星高中的管道 可能有一点不公平哦 入学方式是可以 一边做一边改的吗 还是现在已经定案了 是还没定案 会考跟特色招生 是还没定案 还没定案 是还没定案 都还可以再谈了 那现在好像分成北北基啊 中部跟南部 大家还在开一些公听会嘛 对不对 那现在这个主导权到底在谁 在教育部 在教育部 还是在中央的教育部 这是中央的教育部 这是总统的政策嘛 那理应这个教育部 是扛起这个重责大人 那他要求地方政府要配合 就是各地教育局 不管是哪个执政的单位 对不对 现在每个学校都有 每一个县市区块里 几乎都有明星高中啊 都有啊 都有啊 但是总统之前讲了一句话吧 就是他推十二年国教就讲 以前叫众星拱月嘛 就是大家是拱着这些明星高中嘛 他希望实施十二年国教 是繁星点点嘛 就各校 就像他说 以前他在读初中的时候 那是初中要考嘛 考了之后台北市也有明星初中啊 那改成国中之后 难道明星国中就不见了吗 还是有啊 只是好像真的 没有集中 不是过去那样的突出就是了 对 没有集中在固定某些学校 那我们也批评说 以现在的高中值是政府做庄 把会考试的学生 集中在某一些学校 所以他是造成这样的明星 再批学生转到另外一个学校 另外一个学校就是明星啦 他不是学校明星 是学生明星 是学生造就的学校明星 所以我们是希望是说 森林国教推 是不是可以让明星多一点 好 就是说 我学家里附近就有一个明星学校 我就可以就近 不用这个通车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去挤这些学校 明星学校的条件是有历史 有设备 有师资 还有同学呀 那慢慢养政 但是政府是愿意投资资金 教育部是跟我们讲的 愿意资金让校校明星啦 他的意思就是说 要像现在国中这样子 你现在想起来国中 不会觉得有特别 全台湾不会有特别突出的 不像我们现在想到明星高中下 想到台南一中 什么台中一中 建中北一女这样子 对不对 是让更多明星出现 那现在这种招生的方法 如果要让这个目标达成 那你认为就是说 他每一个阶段 大概要有什么样的检讨 改善措施 现在最大的争议点 还是在明星高中 要不要抽签 明星高中要不要抽签 就是说 大家都想进嘛 那如果你没有 把它分出个高下来 那谁进 那不是会考吗 因为会考的 出分的那个等级只分三级 经熟 经熟 普通 那也要进明星高 都要在经熟嘛 那经熟级 目前是这样讲 建中有一千个孩子 招生数 对 那他只愿意提供 百分之十五 会考 一百五十个 给免试 会考的学生进 那他要保留 八百五十个 来做特色招生 他不给人家抽签的 你的意思就是说 中间还有人 是可以去抽签的 不是 同分才需要抽签 同分 但依照目前会考只分三等 基北区又七万五千个 我们就除一除 同一等级里很多人 很多人嘛 你只开放一百五十个 那变成我们都同分 同分 怎么分 都同分还分 就分不出来了嘛 就是说如果经熟度 出来的有这个一千个人 那你建中 我们每一个都想进建中 除以二吧 男女生就办嘛 五百个要进建中 那你只开放一百五十个 那怎么办 到底哪一百五十个进建中 所以教育部当初推出来 就是有一个抽签 不然大家凭手气抽抽看 后来呢 后来大家抗议啊 就是高中抗议 学生抗议啊 家长抗议啊 他说我努力了三年 国中努力了拼三年 就要拼建中 你最后叫我用抽签来决定 我可不可以进建中 抽签也是同一等级啊 对啊 但是对抽中的家长来讲 就是百分之百 没抽中就是百分之百的弱势感嘛 就没上了 那现在怎么解决呢 如果都是同一等级 那怎么解决 就要细部比较了 现在教育部就说 那我们尽量不要抽签好了 所以就要细部再细一点 那就是五颗里面还要再分哦 对啊 那这跟决策又什么不一样呢 对对对 五颗再分 他本来是说 金手要再分 金手ABC 金手你们再分三等 金手A 金手B 金手C 那我就在想说 那就是一颗再分三等嘛 那你一样啦 多分三等而已嘛 本来三等现在变九等嘛 金手 对哦 本来是金手普通代加强嘛 现在是金手ABC 普通ABC 代加强ABC 这变九等嘛 那总而言之 你就是要考高一点分数 各科都要考满分就是了 你真的分九等就能分得出清楚吗 你小朋友太厉害了 我算了还是分不清楚 还是分不清楚 只分九等的话 我们还给他算 诶 分九等不够 再加三等 叫做金手A plus 金手A 金手A minus 再分三等 再变成27等 我们没给他算过 如果再分七等 每一等级都还有将近一千个孩子 哦 你说这样还是分不够 还是不够啊 所以我觉得这样分 还是不能解决问题啊 嗯 我们精算过 不可能解决问题 那只能怎么分 可能用你答对几题来分啊 那真的 那比27更多了嘛 可能每一课都考个四五十题嘛 那这个级数就更多嘛 可能要这样分才分得出来了 那小孩子就更焦虑了啊 那我们就在想啦 如果这样分跟基策 回归基策好不好 一样嘛 你干嘛改 对啊 没有必要改啦 你真的要 当初不是讲说 要把它模糊化啊 嗯 然后让学生不要说 提提去计较 嗯 那你现在这个样子 考向又要提提计较了 那就是小朋友 如果他要双重保证的话 他一方面准备会考 一方面就去准备 特色招生的考试 而且特色招生跟基策 会考会考的又不一样 诶 建宗是真的 现在是一千个 你是决定 一千个一千个 他招生数 八百五个是特色招生 他目前提出来是 他要有百分之八 数的特色招生 教育局不是在 跟他们谈判吗 呃 不知道 失败了 每次谈判都失败 每一年谈判都 因为从 因为很多官都是 建宗跟北一女毕业的 我是乱讲的啦 因为这几年来 从政府 从宣布要 实施生年国教之后 他就要求 各县市的那个 免世名额 要逐年提高嘛 对啊 那我们这个 这些 我们的明星高中 你们都采的15 最多就是15 不放啦 哦 到今年的为止 他们都是透过 其他方式 其他的高中 都已经拉到 百分之五十六十五了 我们建宗北一女 还坚持15啊 可是这或许也是他 多年来一直是 明星高中 维持他的基本的 他认为的素质 他认为的 对啊 他认为他这样 可以遭受到 优质的学生啊 那我觉得我们 应该有一个 明星高中 然后让其他 不是说毁灭 这个明星高中 而是让 总统说的 要翻新点点嘛 让其他的明星高 高中变明星高中嘛 那这个 北一女建宗 虽然我不是北一女的 那可是北一女 建宗的意思就是 你不要把我拉下来 然后让翻新点点 他们的意思 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们也 我们也没有反对说 保留他们 其实叫做 学生有多元能力嘛 很会考试 也是议员能力啊 对啊 你要有两 他有一条出路 你不是说 现在把那个 存毁了 啊你这个 读书 以前从上这个 考试 用考试去分发 你很会考的 就有好学校 对 那现在要改变 所以把那个摧毁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对 这些学生 我们还是要保留 一条路让他走 但是 以考 台湾考了这么多年来 大家还很相信 这条路是好的啦 对 所以这一条路 还是很多人会去挤 那如何去 去疏解这个部分 那是要时间啊 对 好说说 你旁边那个学校也不错啊 你就去念 不要去挤 现在大家都觉得 师大附中很好啦 是啊 是啊 其实已经很多 很模糊话了 很模糊话 就是说 前面是一个group 这是明清高中 至少有六个学校 八个学校 那社区高中 是一个group 大家可能有二十个学校 其实以前是 等地很清楚哦 第一志愿 第二志愿 现在模糊了 现在是一块 已经一块一块 区隔出来了 那越来会越模糊嘛 就是政府的 这个目标是好的啦 好的 那现在的重点是 师大附中 你如何去分 谁可以去念明清高中 目前是很大的争议啦 哦 这一点是 我相信家长跟学生 会斤斤计较 会啊 一定会 会啊 可能这个目标就在那里嘛 那我毕业的基隆女中 算明星吗 算基隆的明星 基隆的明星 基隆的明星 我们也希望基隆的 顶尖的学生 不要越去跑来台北市念嘛 我们以前好学生 都是来台北 对啊 新北市也是啊 所以新北市 现在也要发展 他的明星高中嘛 让新北市优秀的孩子 就可以就近 去念他的明星高中 其实政府要扶植明星高中 其实你多给一些资源呢 对对对 是不是 他现在也是朝这个方向发展嘛 给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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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设备 让他的师资 师资要管制 要比较优啊 对 让他上来 对呀 然后让他社会上的评价高一点呢 对 但是上来要时间了 哦 要时间 但是12年国家又马上要来做了 对对对 啊 这个民众的观念改也要时间嘛 嗯 你说那个 我隔壁的学校口碑好不好 要时间去累积啊 哦 不是说今年政府告诉你 啊他好 你就相信他吗 没有啊 明星高中的评价 仍然是他将来进台大 跟青大 跟什么啊 增大交大的人数多少 作为比较啊 有些人说这个 我如果孩子进了这个建北 可能就有一只脚 已经踏进了台大嘛 对呀 但是 有一个数据 我们也来看一下说 因为要现在要进建北的孩子 在我们国中 嗯 因为以前就要考机车 PR899嘛 是 几乎都是我们国中的 自优生 嗯 每个国中的宝 好 那他进了 宝贝竞赢中 但是他进了建中北一女之后 建中等于很竞争嘛 对 都是各校一流的学生来 我建中北一女 他还是得竞争啊 他还是得分第一名跟最后一名啊 哦 所以我们都只看到建中 自优那一块 建中之校 没有看到建中之哭啦 嗯 对 因为都是小宝贝进了那些学校 有的人竟然第一名 变最后一名 多难过啊 所以如果 其实那些孩子 如果留在社区高中 他搞不好 他变第一名 对 搞不好也是台大 我以前没有来考台北 就这个意思 对 他在建中 我觉得我在基隆 女中可以前三名 没错 到北一女就变最后三名 对 而且政府现在的政策也是这样 他那个繁星计划 越来越多名额嘛 对吧 我们进一段广告回来 要再来请教 徐永嘉这个先生啊 就是他是 这个在我们台北市的国中家长联合会里面做艺工作了好久啊 现在还是啊 以前总会长 现在是监视 那我们其实看到很多家长都很努力的啊 这个为我们的教育制度为我们下一代来啊 辛勤的付出 那这个十二年国教明年既定要执行了 那招生的方式多元的途径 很多人有不同意见 我接下来要请教这个啊 徐先生就是现在的学生要怎么样朝自己的目标迈进 那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高中职啊 高职啊 这个有一段时间我们啊 的教育的长官对高职好像有意见啊 所以我们本来高职是很棒的 后来高职被压抑了一段时间 那经过这一次十二年国教的制度 高职是不是可以让他 因为现在小朋友的第一志愿不是去做总统啊 他第一志愿是要做 做什么啊 他们其中要做空服员呢 小朋友的志愿啊 那这个空服员啊 或者说做这个面包师这些啊 那就高职很重要了 马上回来了 非常谢谢徐永佳先生啊 这个我们没时间call in 我是希望我们大家讨论之后有在总会 未来我们在节目里面 在希望一个小时都来让大家打电话 进来请教这个相关的受访人 像徐永佳先生这样的专家 不过如果家长有问题 也可以向您的联合会来提出吗 我看 可是我我的感觉是其实弱势的国中生 他们的家长其实因为生活很困顿 没有时间理解 所以弱势的家长 叫很出来的国中小朋友们 他在这样的制度里面 目前的这个制度里 他还是在弱势循环了 他目前多元入学是这样的 我们也期待生年国教可不可以改变 8点47分 4秒马上回来 8点48分48秒 这个明星高中的存在 这个是我们台湾的一个很经典的传统 这个明星大学 这个徐永佳先生是台北市的国中家长 联合会的过去的前任的总会长 现在是监视的 徐永佳先生我请教您自己家里 有个国中三年级小孩 现在大概国中小孩的爸妈妈 都希望他孩子去读明星高中 我觉得明星高中没什么不对 可是我看像美国 他东湾西岸都有 我去年还去参观过很多优秀的明星高中 但都私立的 那英国的伊顿 这个也是私立的 那他们美国很多私立的大学 明星的也是私立的 那我们的都是公立的 公立的 所以这就有一点资源不公平 对不对 就是说明星高中的学生 其实他就是家事比较好 通常 然后财力也比较好 父母也比较学历 什么都是金字塔上的 然后就优质循环 他还可以读学费比较少的 政府还给他优待 对这就是以前 为什么大家说 为什么学费不涨价的缘故 那我们的十二年国教 并没有改善这个明星高中 都是公立学校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个可能要慢慢改了 其实政府拿纳税的人来办教育 是应该办普及教育 那你要走精英教育的部分 应该是家长还要付点费用 对多付点钱 多付点钱嘛 那目前刚好相反 我们拿政府最多预算叫台大 对 对呀 这就是很调跟国外完全调诡的地方 对 但是这个改变是传统以来 你说要一下子改变 我想社会也不会接受了 对 也不会接受 所以刚刚Coco姐谈了 我们国中生怎么办 对 现在国中二年级的学生 怎么办 其实也不用惊慌 不用惊慌 其实什么都还没订案 又还没订案 什么 说真的 什么都还没订案 什么时候会订案 现在是四月 明年六月 目前看起来暑假会不会订案 因为至少要让孩子一年前 准备嘛 一年前就要订案 那目前就在紧锣密鼓 所以什么都还有可能改变吧 那孩子也不要恐慌 不要恐慌 你就跟着学校的步骤走 还是要念 不是说十二年国教就不用念书啦 很多孩子有误 或者是报纸说 哎呀 反正十二年国教都绝大都免事了嘛 不用考试啦 就不用念书 我想这是错误的啦 错错错呀 对 这是要愧考 而且会考考的比计车还难 好那题目比计车还难 这是已经确定的 这个是不会再改了 所以他一定要考 而且考的比较难 怎么可以不念书呢 那这个现在的老师呢 国中的老师有没有压力 那老师目前的压力在改变 以前完全单方面授课的方式 已经在改变了 我在假日都常常去参加 我们老师们的研习 是 老师们主动自动自发去参加研习 怎么样教学是有效的 我看了就很感动 我觉得老师好辛苦 对啊 他没有加班费领 他是自动去学 学说有人教法很好 那请他来分享 怎么教对学生最有效果 不是说填鸭式 你这题就背起来背起来 记起来记起来 记起来就对了 不用去管 以前可以这样 以前就考选择题 那以后会改变 那老师也在改变 会考里面 他会增加一些非选择 非选择 然后英文加音听 好可怜 国中毕业就要音听 披萨里面也是有 特色招生 素养考试 素养考试 也是非选择题 也是非选择题 而且也没有考古题了 几乎没有考古题 会考没有考古题了吗 因为第一次吗 其实就是类似基策 就基策 就是基策 而且现在就是一个不确定感 政府都说不用补习 部长 局长说 哎呀不用补了 不用补了 补什么 但是民众说 这个我没 外面补习班 宣传成这个样子 我能补补吗 妈妈 爸爸宁可自己 那个 还是要付钱 还是要付学费 但是不管怎样 那这样子 那私立学校呢 私立学校里面 也有一些明星的私立学校 目前 那他们的入学方式 完全都排除在 十二年国教之外 政府要求他们 也要来参加十二年国教 哦对对 他们也要释出名额啊 他们也可以说 参加会考 就是像明星高中一样 他们用会考的方式 来教授 我用会考 还是特质的招生 那目前教部 好像又要松绑 让他们读招 那这个还没定案 还没定案 所以您的呼吁是什么 就早点定案 我觉得要给国中生 一个确定 你要给人家一个答案 尽早定案是对学人最好 那不要一直改 像这次本来三等 又要改九等 那甚至说要 不确定是九等 搞不好要明确标示 会考又要明确标示 明确标示 要就变几分几分 这个都还没定案 所以一直在放 会变更的一些讯息 我们觉得这样是 对孩子是不妥的啦 我要问一个 就是说国中进高中 有推真吗 也有啊 以前有 现在没有了 你就说十二年国教 以后就没有了 这也很可惜啊 所以他用特色招生 来取代所谓的 特色招生其实有一块叫做 数科 数理也不是 叫做特殊才能班 像音乐班 美术班 体育班 那还是用旧制 对这必须用旧制 你有这些特殊才能的 对 还是他用特殊才能的考试 先考数科再考学科 你自己是 有的是不考学科 只考数科 这个都还 那个是定案的 就那个小孩 如果有特殊的才艺的话 他是不会被埋没的 不会被埋没的 而且还有些特殊孩子的 特教生 还是就还是没有问题 那个都处理的 特殊的身体上面不一样 对对对对对对 那你最后一分钟啦 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是国三生的家长 对于国二生家长 给他什么建议的 是 我觉得家长不用恐慌啦 等你孩子要考试那一年 你才去看看 现在制度是这样子 不要现在跟着媒体 哎呦今天这样子 明天自己先紧张啊 自己双去先补习 我觉得孩子要念书 你就保持他一个 有念书的冲动 跟动机就好了 在家里要看看书吧 不要在家里就不看书 不要只要打电动 看电视 对对对 要陪他嘛 要陪他啦 可是这是要有钱人的妈妈 要不然你让他出去 打工的爸爸妈妈就不要 是呀双薪的家长就很辛苦 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 要顾虑到还是弱势啊 这个家庭的 要加油啦 那一块要加油 如果你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 你的社会的一个大的地雷 还是在那里 但是现在都是强势的在发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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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